一身紫色旗袍 搭配珍珠項鍊 再畫上淡淡彩妝 皇城淑貞奶奶展現出眾氣質 和家族成員一起拍照 看到即將滿百歲的媽媽氣色好 身子骨硬朗 子女們都相當欣慰 沒有生病過 也沒有說要去醫院或幹什麼 那麼他自己對於身體的保養 很了解 因為媽媽的爸爸 是中醫師 所以媽媽對於中藥的調養 有一點重要 所以他自己 偶爾有什麼事情的話 他是去吃一點中藥 切下蛋糕和所有人分享生日喜悅 這是士林區公所 首次邀請百歲仁瑞來到大禮堂 製贈賀壽禮品和生日賀卡 皇城淑貞奶奶之所以健康又長壽 除了長年養成的運動習慣外 不挑食偶爾喝點小酒 也是她的養生秘訣 他吃東西不挑吃得很慢 那麼另外就是他吃得比較清淡 有時候我們大家聚會他會喝一兩杯紅酒 我想這個都是對他的健康能夠維持這樣的常態 還有幫助 這次他比較特殊是我們本來都是我們自證 這個仁瑞禮物到他家去 那他覺得說不好意思 他想過來攻守 我們來頒給他就好 就是因為他說他還可以行動 我覺得很高興 第一次有人願意仁瑞到我們公所來 士林區長江慶輝表示 仁瑞是社區無形資產 如何讓長輩晚年活得有尊嚴 受到良好的照顧 更是政府關心的重點 透過大家的關懷和祝福 希望黃成淑珍奶奶能夠長壽富貴 健康吃霸禮 凱博大台北數位新聞 劉翔廷採訪報導